上海呢 看小伙短片里说 怎么说 现在婚礼就是那个 成面子 成场面 是啥意思 因为我主持过很多婚礼 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婚礼 婚礼好不好 你们在东北参加婚礼 应该总听说了 一堆人议论 婚议论 这桌菜好不好 这个婚礼做得好不好 这家人有没有钱 没有人去关注 新人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他要展现的是什么 他们幸不幸福 好啊 进楼 我觉得这说明 婚礼主持人这个工作 你没有白做 是 你从这个工作当中 你在感悟着东西 因为还有很多人结了婚吧 因为你们想想 很多人新郎新娘结婚 在中国有个现象 两个人入了洞房以后 先问老公 今天收了多少彩礼 你怎么 那如果你入洞房那天 你跟新娘子 你俩第一句话 问什么 从哪开聊 彩礼的事 明天再说 你怎么看 你看到的这些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我们中国的婚礼 以前是很好的 以前婚礼 大家随理是什么 是觉得 你们家做婚礼了 可能经济周转不开 亲戚朋友帮一把 大家随个份子 而现在渐渐都变了兴趣了 好朋友 现在的社会 你朋友结婚 你不随个好点的 得五百 关系好的得一千两千 有些人一个月工资 四五千 随万里也剩完多少钱了 就是婚礼 太注重于钱的形式 收财里形式了 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对于 对于这个主持婚礼 你主持婚礼 多长时间了 主持婚礼有将近三年了 三年的时间 他是有思考的 而且对于现在年轻人的结婚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